最后我们来让那个导播让我们看一下 就是那个1995年10月27号 他最后其实是有被收贿罪行的 卢泰宇的照片 他有向全国民众公开道歉 有这张照片吗 有这张照片吗 他还流下了眼泪呢 而且就是1996年的时候呢 卢泰宇和全斗患呢 也因为镇压光州运动呢 以涉嫌军事叛乱等罪 多项的罪名 受到这个判刑 对这就是这两张 一张是1995年 这左边大家如果看到 就是他在哭的这一张是 1995年10月27号 他被揭发就是收贿罪行的卢泰宇 他公开就哭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 然后另外一张右手边旁边呢 就是所谓的他的 拳斗患他的拳施 对1996年 这张照片 对啊 这张照片其实非常有趣啊 如果各位观众看一下 他们两个穿着球服的照片 你看一下拳斗 拳斗王总统现在还在 可是你看他瘦型的时候 他那个瘦神的时候 他的额头是怎样 是上 用鼻孔 鼻孔看人的感觉 背骨不屑的样子吗 对他一直觉得 他可能没有 就是没有错 没有错 你看到那张照片也是一样嘛 他永远的角度 永远的什么 对我觉得卢泰鱼看起来比较 有忏悔之心 我觉得如果你从早点来说 所以这个拳斗后来 1996年他们两个人因为镇压光州运动 然后以涉嫌军事叛乱多项罪名遭到判刑 当然啦 就是我觉得518的光州事件对卢泰鱼来说 呃是韩国民主化运动的里程碑是最悲痛的阴影 这是您提到的 那如果大家对于光州事件 想要再多了解一点的话呢 呃刚刚那个呃有 呃我们的庆德秀有推荐几部电影 我们再请庆德秀推荐几部电影 让大家看一下 呃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第一部就是大家 比较喜欢我只是记者的司机 然后第二部的话就是26年 第三部的话当然就延续的 然后就是我是呃编误人 编误人然后第四部什么1987 这四部电影啊都是我蛮推荐 就是我们那个观众朋友来看的 其实可以藉由影片啊 认识一下韩国历史也是不错的 所以他们最近这几年 在做了转型争议 最红的大概就是那个 《寄程车司机》那部片 对我的《寄程车司机》那部片 这是最有名的 好那其实这个基本上 他就毁育参半 我个人觉得也 呃因为他也过世了 那他1993年2月卸任之后呢 终究无法摆脱就是过去的 这个罪孽的阴影哦 甚至就入狱了嘛 那十一枚的勋章被耻夺 在历史舞台上是 留下一言难尽 真意不休的这个背影哦 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说 最终卢太渔在临终的时候 他是有自我忏悔的 所以南韩呢 将就是举行国账 这个最后还是有帮他举行国账 嗯哼 嗯 这毕竟 毕竟我觉得其实现在当代的南韩人 其实心地还蛮宽大的 毕竟第一个虽然他是 我们刚才谈了一整集的什么 他真的供过参半 可是作为一个前总统 我们还是要给他 对一个领造者 我们还是给他一个基本的领域 虽然就是 我刚才提到唐吾 或者是关州事件多少 有点牵涉 可是作为当代的韩国 韩国当地的政局 或者年轻人 他们必须觉得 就是现在就两位总统嘛 全斗放跟卢太渔 那时候1980年 关州事件的所谓的生存 生存者或者掌权者 毕竟走的就是 还是以国战的方式送他走 对 因为韩联社在27号的时候报导 就是在国务会议上面表示 韩国政府决定 将这个已故前总统 吴太渔举行国葬 还是国葬 因为他最后其实 呃是因为罹患了前列腺癌 都是这 这几年都是以轮以待步啦 然后常进出医院 然后病情一直的话 那最后他也临终前 吴太渔自我忏悔 希望南韩的国民 能宽恕自己的不足及过错 那其实老实讲啦 就是包括他的行贿 或者是说 工作事件这些不OK的事情 但是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他是第一位南韩领选的总统 然后也在自由经济开放这一部分 尤其是办了汉城奥运这个部分 因为大家都知道办了汉城奥运之后 本来本来南韩是一个比较 封闭的国家 在办了汉城奥运之后开始细化 那包括了就是他也跟这个北方 这边来就是建交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再简单的提一下下 哦 说那时候卢泰宇 他的正面部分 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 北方外交也没有 比如说跟苏联 还有匈牙利 波兰 南斯拉夫等 共产国家建立所有的外交 然后比如说开始跟所谓的 北韩那边进行对话 可是北韩跟北韩进行对话的话 其实在全斗 我们知道全斗那时候都尽量 就是那时候关注事件 有点污名化所谓的南格尔北韩 就是认为一些抗议的民众 都所谓北韩见点 但最近接下来那几任总统 其实一直想要跟北韩恢复关系 所以不论是我们看到的什么 卢泰宇或者我们也许有机会提到 金勇山啊 或者金大宗什么阳光政策 有没有 而其实送钱 不是送钱啦 就是资助或者粮食 其实都慢慢跟北韩 北韩开始展开一些对话 可是我们看到 其实卢泰宇有点 有点跟他的善失 所谓全斗旺不同的是 他开始慢慢跟北韩接触 可是全斗旺的话 他就说这些抗议的民众 可能就是北韩的所谓的特工 所谓间谍 可是觉得 可是等到那个卢泰宇展权之后 他觉得好像不能再这样子 使用这种 比如说过去污名化的手段 来镇压所谓的民众 所以他开始慢慢恢复所谓的 对话的这个路径 所以这其实也是算跟北韩一个 蛮大进步的空间 我觉得我很想问你 因为上上个礼拜你 上上个礼拜你没有参与我们的那个访谈 对就是我 我想问一下 因为那时候 那个最近鱿鱼游戏不是爆红吗 然后我那集有提到就是说 不管是鱿鱼游戏啊 还有那个游戏爆红以后金正恩竟然说是不 很不OK的事情非常的有理解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那时候不是那个爱的迫降吗 就是爱的迫降就是演出的时候 爱的迫降 他们就说是就是看的人是很不OK的 然后我心想说那你是不是在北韩有偷看 金正恩是不是有看这个剧情 不然怎么会知道这个剧情呢 他们为什么对于这个 对我意思是说他们其实是看得到 对不对 嗯其实是 对啊他们看得到 尤其是三面的统治的 大家一定看得到 因为他们找我情话 因为金正恩竟然对于游戏这件事情 他觉得很不OK 我觉得真的是提外话啦 只是因为那天没有上线 然后我就很想问你说 哎金正恩应该是有偷偷看游戏哦 有应该有 不然他怎么会说 他怎么会说 因为今天是万圣节嘛 就是我们今天不过头说是万圣节 他游戏现在就很多的万圣节的那个造型 他北韩的金正恩说 哎你看游戏的人是非常不OK的人 我觉得他应该自己有看 他有看过 搞不好里面他们自己北韩的军事的那个 更可怕也有可能对不对 嗯是是是对 好今天谢谢这个庆德就是 真的是非常帮我们分析了这个 北韩的这个有关于这个金正恩 这个到底有没有被他的妹妹 就是给政变 然后以及就是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卢泰宇 就是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认识的 前南韩总统也是第一位南韩民选的总统卢泰宇 过世一生的这个 他的他的等于是说他的一生 有好有坏 谢谢就是那个 好谢谢 好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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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